現在呢 我們就請這個專業的陳醫師 教大家幾招 復健科醫師 教大家來 運動時期最好 讓你身體變成一個天然的戰甲 這樣才可以去逆轉駝背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兩個 一個是嬰兒式 一個是超人式 嬰兒式的話很簡單 我們跪在瑜伽墊上 然後來這樣放輕鬆 就像膜拜一樣 手慢慢往前 這樣拉伸 感覺了背部 一直到寬部 整個都是覺得很緊繃的狀態 然後大概維持在30秒左右 我們再慢慢回來放鬆 然後再這樣下去 有一個緊繃的感覺 到你覺得舒服 有感的程度就好 不用硬要做到非常非常的緊繃 這個是叫嬰兒式 醫生我們的腳 腳掌 它是要起來 還是它要貼地的 這個有沒有一個要求 其實沒有關係 你輕鬆就好 如果你剛好腳環扭傷 你當然不能這樣子 你只要舒服其實就可以了 如果可以屁股碰到腳跟的話 那最好 但像我柔軟度這麼差 就做不到 但也不會受傷 就是如果我的屁股沒有 坐在上面的話 也不會受傷也OK 放輕鬆就好 覺得有緊繃拉扯就夠 哪邊會緊繃拉扯 從你的 背部一直到 臀部一直到後腿 應該都有一個緊繃的感覺 這樣就有整個疊拉伸的效果 第二個超人式 這比較困難一點 我們先成的四足跪姿 就是我們的膝蓋跟手 都在瑜伽墊上 好 然後手跟對側的腳 來 舉直 然後讓手腕跟肩膀一樣的高 然後腳一樣 這樣子維持大概十秒鐘左右 好 然後再回來 然後換另外一隻手 另外一隻腳 好 這樣舉直 手跟腳都跟地面 處於平行的狀態 然後這樣再回來 一手一腳 大概各做十次 其實就夠了 其實這個都很簡單 大家在家裡備一個瑜伽墊 就可以很簡單做到 但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剛剛那個姿勢 有些人會整個人側過去 那個是不是就不對了 對 那就表示你的核心肌力 剛剛不是很好 等於你的人 還是要是一個正面 對 還是要正往下 然後只有手跟腳 是這樣子動一下 不錯 靈雨看起來有在練 順便提醒大家一下 好 學起來 但是要小心 肌力不夠 我們不要一次催到底 我們剛剛陳醫生也跟你講了 就說只要做到 我們自己感覺極限就好了 不要反而讓自己受傷了 所以這個運動收藏起來 兩個小撇步 讓你改善駝背